不管是道具的創意 或者是質詢的犀利 昨天的民進黨市議員 二十幾個人 沒有辦法有一個人 打過王世堅了 世堅你看看你在高雄市議會 的這些同事們 不 其實我們高雄市議會的 我們這些議員同仁 他們很有生命力 其實也滿有創意 只是說 不分民進黨或國民黨 只是說因為韓國瑜才剛上任 確實對韓國瑜的質詢 要我是會像柯文哲 第一次踏監議談 我是對他等於七分的期待 三分的一些監督 七分的期許 三分的一些監督跟批評 要針對他已經講過或沒做到的 所以當時我才會送他說 本機跟湯匙 就是說一開始的對他期許 可能要重一點 當然還可以帶一些反諷的 但是柯文哲又比起韓國瑜 我簡單講 韓國瑜現在韓流鼎盛 韓國瑜有說大話的權力不打緊 其實韓國瑜這個叫做什麼 先上車後補票 因為他去高雄不到半年 結果呼嚨選上市長 其實他真的準備不足 這大家不可否認 他對高雄的政策願景這些 明確要做的 其實他不是那麼詳細 但是我想市民可以接受 因為選他了 柯文哲不一樣的是什麼 我為什麼對柯文哲批評監督 更嚴厲 穩帶爬 我覺得柯文哲叫做搭霸王車 韓國瑜是先上車 至少現在要來補票 柯文哲就是賭定了 就是說我就是要搭霸王車 他前四年第一任無心事政 把台北市長當成他個人 塗他更上層樓政治野心的踏板 他用台北市長的光環跟資源 幫他自己鋪政治路 好啦 第二任連任以後 你好歹連任 你好好收收心 他也不 他從頭到尾就是霸王車的心態 他硬是要把你霸王車搭到完 所以我期許韓國瑜就是說 你以柯文哲為師為借鑑 你先上了車 好歹你現在要補票 趕快把先前你沒準備好的 或者你現在想做 你趕快去做 包括如果他要除幣 好 但是各位的評論說 高雄是不是前朝有做不好 因為這樣子的評論 第一個應該要更客觀 要有更實際具體的證據 第二個 不要說打前朝 然後把前朝沒做好 當做未來如果韓國瑜做不好 有個下台階 這樣就不好了 博士堅 你要不要幫這個 你的民進黨同志們打個分數 他們的第一場質詢秀 你覺得如何 很好 也很有創意 80分以上 80分以上 因為在韓流鼎盛 韓國瑜現在跟神一樣的 面貌出現的時候 在神的面前 他們很勇敢的 敢來提出這些很尖銳的提問 我覺得光這個勇氣 這是80分以上 所以給他們最佳勇氣獎 的確 其實剛剛世間講的 我覺得他講得很好 他剛剛講的這一段話 我百分之百都贊成 韓國瑜他也不諱言 可是現在全世界 不只高雄 都對韓國瑜的期待是很高的 那六都 甚至於全台灣的縣市首長 都剛剛上任 可是只有他們家議會 一定要把韓國瑜叫來質詢 你就知道說 不只是韓國瑜的壓力很大 其實高雄市的民進黨的 市議員的壓力也很大 你對韓國瑜太客氣 民黨支持者會覺得說 你們這些議員都沒效 你對他太兇 人家才剛剛上任而已 才上任二十幾天 你是要跟他頂誰 我們就還沒開始做的 所以對於這些市議員來講 他怎麼樣去拿捏 我覺得其實你看這市議員 站在那邊排排站的時候 我覺得他們壓力很大 反而韓國瑜站在那裡 是輕輕鬆鬆老神在在 因為我才剛上任二十天 你要問我什麼 你如果問得太壞 如果你批評得太過火的時候 你就變成邱映營第二了 就是你今天韓國瑜 之所以能夠這麼樣子的 風生水起 紅成這樣子 也是敗民進黨之四 太多這種 豬隊友了 所以他們今天如果表現得太過頭了 他們就是豬隊友團隊 使得韓國瑜其實後面會更好做 所以我覺得民進黨的市議員 不把韓國瑜盯緊也不行 沒有辦法交代 然後定過頭了 也沒有辦法交代 其實他們的壓力 是比韓國瑜重很多的 你未來 你等到有一段的時間之後 韓國瑜的施政真的出了問題 他的用人真的出了問題 你還來得及 你現在這麼的緊急 他就是姿勢比一個而已 你只能把姿態擺出來 擺出來之後 我覺得還OK 雖然你們用那麼高的標準 用王世堅的標準要求他 全台灣 我們用錯標準了 對 全台灣有幾個議員 像王世堅這麼紅的 像他這麼有創意的 王世堅是藍綠都喜歡他 所以 除了陸客 還有大陸 對 除了陸客 陸客也喜歡姿勢 用這樣的標準去要求 民進黨的高屬市議員 是太嚴苛了一點 但是他們倒是可以 多多請教王世堅 給他們多一些有創意的一個 因為其實王世堅質詢 韓國瑜 就是韓國瑜今天爆紅的 最主要的起源 所以你今天 王世堅當時的質詢的表現 也沒有人說他 不夠格做一個市議員 他也很紅 就上面都很強 這是最先說的 就是說議員也得分 被質詢的兩邊通通都得分 雙贏 對 雙贏 所以高雄市議員 我覺得他們很難 真的 這個大家對他們的要求 他們要滿足觀眾 真的很難 不過我話說回來 就是說我必須解釋一下 因為大家剛剛討論的一團 韓國瑜說99%心力一分除弊 表示他沒有不要除弊 但我覺得他這個講法是對的 為什麼 第一個 高雄是一個長期綠 絕對大於藍的地方 所以今天韓國瑜 他以一個國民黨提名的 甚至於他是外省人 他在那邊得到了一個 這麼壓倒性的支持 他不能夠一上台 就是一副我要來秋後算帳 今天蔡英文的執政 之所以這麼徹底的失敗 就在於他一上台之後 讓人家覺得你只會秋後算帳 其他都不會 第二個就是說你上台之後 因為大家對你期待很高 所有的這些公務員 以前不管他是拍馬屁也好 他是不甘願被逼的也好 或甘願也好 大家都很擔心說 那新任的市長 會不會因為我過去 幫過民進黨服務 我去用點油做記號 還是說我內部市府內鬥 我用這個理由 譬如說我想要他的位子 我用這個理由來鬥他 搶他的位子 這就是以前幫民進黨 為非做台的 這就是幫兇 你懂我的意思嗎 就是馬路不好好驗收的 對 就是說對一個新的政府 新的團隊上台 他必須很清楚的 他用很誇張的語言 就韓國瑜都是用這樣子 拚經濟 不要拚政治 他用一個很誇張的語言 清楚的傳達他的政治訊息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政治宣誓 不是親切公共的 告訴大家說 我今天上來 你不用擔心 你是不是顏色正確 你是不是政治正確 我要的是99%心力 如果你可以幫我高雄市心力 你可以幫我高雄市政做出成績 我通通願意 我通通支持 這個宣誓真的很重要 你要待人 那下面人就會得到 這樣的訊息之後知道說 我現在不是急得要自保 我現在不是急得要內鬥 我現在也不是急著做政治表態 我現在說我早就是藍的 我只是吼在綠的底下 好不得意的 我告訴你 這些很多公務員 為了政治表態 什麼事情都做得出來 我這也是看不下去 但是今天韓國瑜的這種做法 就讓大家不需要花時間跟力氣 去擔心這件事情 你就是好好幹 但是有一分的除弊 真的有弊案的時候 我也不會神經病 我幹嘛去幫前朝掩護 但是我不會把我所有的力氣 就是剛剛世間議員講 我覺得他講得很好 就是說不要讓人家覺得說 到時候你做不出成績來 就每件事情都拿前朝做得不好 來做藉口 來做理由 就像民進黨現在一樣 每次做得不好 就要把馬英九以前前朝抓出來 只要現在做得不好 就把阿公拿出來用 你如果做得很好 我告訴你 沒有人會去懷念國民黨 所以很簡單 今天的韓國瑜 我覺得他的這個政治宣誓 是有必要的 不是說他今天迴避 不改或不想除弊 而是有更重要的事情 大家等著他交出成績單 他交出成績單的那一天 他會讓那些說 我支持了一輩子民進黨 我第一次支持一個國民黨的人 覺得我當機票沒有投資 或者是那些等著看說 我就看你這個吐頭有多厲害 你說大話說成這樣 如果這些人也心服口服的時候 我跟你講才真的突破藍綠 以後我們的政治選舉 才會是比好的 不是比爛的 這個是議員 這個是黃紹婷的同事 他昨天就是在高雄資訊質 他說如果你選錢 蔣九二公司你選票會掉30% 就是陳明哲 就搞錯資訊內容 太不認真了 他2016年8月 因為這個天Q白 在他家後面的鐵皮屋 有一個天酒牌 天酒牌是無嫁 那數目很大 2016年8月被抓到 2017年的4月被起訴 那個天酒牌那個鐵皮屋 他說我爸爸媽媽在大 我不知道裡面在賭博 他還講得出來 這是陳明哲 但是韓國瑜的效應是什麼 至少陳明哲昨天質詢的是 九二公司 他沒有質詢那個齊金的賭場 所以我要告訴大家 政策工具他沒有 韓國瑜他沒有那個政策工具 所以我不是反對除弊 而是剛剛施燕儀 提到那個政風處 政風處是中央一條邊 警察也是中央一條邊 現在高雄市的警察局長 是臨時換上來的 並不是韓國瑜的人馬 所以在沒有政策工具的情況下 我同意剛剛立文提到就是說 如果你現在去查 你如果真的去嚴厲的查 這個除弊案 第一個一定會反彈 我剛剛也會反彈 第二個你會發現他困在裡面 這個會有一點點像柯文哲 當時的五大弊案 柯文哲弄一個連政委會 五個弊案我都要查 查到哪一個 一個都沒查出來 我不是要幫柯文哲講話 我沒有工具 我剛才查的都查了 然後連政委會來了很多人 很多什麼專家學者講 那時候也吵了一大堆 可是沒有一個案子成立的 可是柯文哲他一樣連任 這個我也不是很甘願 但是我的意思說你今天 沒有當到總統之前 其實韓國瑜 我為什麼叫他不要輕舉妄動 因為他更生地固十幾年的 陳菊的執政 我不知道陳菊一定有問題 我不能這樣講 但是你如果發現 很多奇怪的地方 包括我剛剛講的 那些慶富案的 那個離譜的狀況 沒去簽名 既然你不跟法院回報 那你警察局在幹什麼 你派手在幹什麼 趙家寶還在跑路 我抓不到就抓不到 我也無所謂 在這樣的環境之下 所以韓國瑜他聽李四川的回報 他是點到為止 他一定是留一手 好 我這個我就照做 我先做我的心理 但是我希望韓國瑜去想想 如果他要兌現 他的那麼多的政見 他昨天在高雄市民 很多人質詢他 你的政見怎麼實現 韓國瑜會回到我 之前跟大家報告一句話 當高雄市長 是沒有辦法兌現他的政見 他一定要當總統才有辦法 那麼多的政見 當時有任何人知道 他們這樣說 還好 因為當時有任何人知道 當時有任何人知道 そう結束 在家